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说抽样调查一些经济学家 因为美国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很多 有很多在企业、争权业、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 也有大学的教授、经济学教授 他们会找一些人评价他们的看法 经济学里面有很多人他就是研究这种宏观经济、经济增长 个人他有自己不同的考量 有的人比较去看一些这种前瞻性的经济指数 有的看一些就是说现在的这些趋势 还有的也通过一个模式来分析 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就是说他有各种各样的理论 各种各样的方法 那一般来说他设计很多人后呢 他可以一个平均一下的话呢 基本上给出来一个数字 他一般是这样认为的 一般这样的分析出来 所以你说呢当然各家分析的也都不一样 经济学界你可以说是这个 最有争议和最这个观点不一的地方 但是基本上大家都能按照这个 也不会差的太多 那您认为这种他的这种预测 您认为这种可能性 他说甚至63% 那您分析一下目前的这种情况 就包括全球啊 您所了解的 对这个首先这个确实是这个美国经济呢 我们已经知道现在前两个月 前三个月实际上前三个季度都在下降 当然这是温和的下降 现在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呢 现在拜登政府都不承认这个经济在衰退 因为我们以前我们的用法都是就是说 如果连续两个季度经济下滑的话 基地比下滑的话 那就是technically呢 从技术上讲就是进入衰退了 但是他们认为呢 他就是说他有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呢 他们来做正式决定 他们认为现在还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失业率还非常的低 就是说这个就业市场还非常好 所以呢 但是呢这就是说有一些一直有些争议 但不管怎么说呢 这前三个月看来到今年那个年底 这个经济下 经济可能要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并且是再看未来 未来十二个月的话呢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就认为是可能性63% 这也是就是说从这个 这不是从2020年7月以来呢 在上一次短暂但急剧的经济衰退之后 这个调查首次将概率定在50%以上 50的可能性就是可能高 可能衰退也可能不衰退 那63的话呢就是说 大家都很感觉很悲观 比较更多的倾向于就是说会进入衰退 能够长达一年12个月以上的那个衰退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 这个看来是很可能是会是这样的 您刚才到说到就是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 好像好像那个就业率还挺好的 但是您对这个就是高的这个通货膨胀怎么看 因为现在好像这个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 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指标呢 是当然是一个指标 我们看这个经济增长 一个经济增长 还有一个同时收入增长 也会看这个收入增长 然后也要看当然对老百姓来说 那个最关键的事实上是通货膨胀 如果你比方说它的收入增长是3% 但是通货膨胀是8%的话 但实际的购买力呢 它并没有增长 实际上是在下降 所以这个必须综合起来看 那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率呢 现在美国连续四个月了都是8点几啊 这个现在看来就是说高的通胀 在美国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并且呢 最近虽然有些地方那些能源价格 有点有所下降 但实际上通胀率呢并没有下降 因为食品啊食物啊建筑材料 很多其他的一些方面的那个物价呢 都在一起持续上涨 并且呢因为这个上涨 所以呢很多企业呢 不得不给它的员工加薪 一些公立学校啊 政府部门也在加薪 甚至没有国税局那社会安全局 给它退休老人的退休人里面的 这些那个抠了 就是说通货膨胀调整的那个也在加 这个加的结果呢 实际上会导致更多的物价上涨 因为这个 所以这个空障现在基本上会半 长期的伴随着伴随着我们 这个对生活的影响是绝对是非常明显的 尤其是对这个中低收入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汽油价格上涨 汽车价格很高达 百分之三十四十 房地产呢前一段时间也是非常高 涨得非常快 现在好像有点回落 但食品价格 尤其是这个一般人吃的那些牛肉鸡蛋牛奶呀 这些蔬菜海鲜都涨得非常快 百分之十二十三十四十都有 所以这个这个确实是有影响 这个呢 当然现在美国现在是今年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还有三个星期就开始了 那这个对这个执政的这个民主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人们这个经济不好的话呢 这是绝对是一个要扣分的东西 另外就是说是美联储啊 我看一个报导说就是他为了就是降低这个通胀 高通胀率他的加息 就是这个加息是如何来就是是降低这个 高通胀率 但是好像现在目前这个效果并不明显 对他这个加息的话呢 他实际上就是说美联储是通过就是说来购买 或抛售那个公债来做到 如果他比方他购买公债 等于说把很多钱流入市场 流入市场的话 他就是等于是钱市面多的话呢 他的价格就会那个下降 一些就会降低 如果他买他购买购买公债 把钱从市面上收回来 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就是 就是说如果市面上钱少的话呢 他价格上升 那利器就会上升 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做的 如果这个 因为我们说这个通胀的原因呢 实际上就是 这是美国的通胀原因 通胀呢 我认为啊 一般的经济学家都这样认为 就是说就是这个政府开支 政府支出太多 政府印钞就要花钱太多 政府花钱太多 就是说印钞太多 市面上钱太多的话呢 那个 那个 物价呢就会上涨 如果这个时候 美联储呢 开始升息 把低息给提升 提升上来 提升上来以后呢 就是说等于说这些 很多这个资金呢 就会从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里面 就跑回到那个 跑回到那些 比如说储蓄账户上出来 减少这些钱 然后呢就会导致就是说 借贷的成本上升 借贷成本上升 企业的 企业它的借钱呢 就是开费 扩大生产呢 这些活动都会降低 降低的话呢 会就是导致这个 希望能够慢慢导致这些物价的 跌下来 然后呢 希望在升息的同时呢 就是说 让通货膨胀降下来 但是这是有一个问题在于 就是说它如果是在 升息的话 通胀有可能会受到一些 遏制 市场的现金会减少一些 但是呢 这可能意味着就是说 经济可能会受到打击 经济会可能继续放缓 或者失业率会增高 这个是一般他们担心的事情 但是这次到现在呢 美联储已经升息 现在是二点几三点几 就是说这个 现在就是说 现在基金率已经升到 3到这个3.25之间了 但现在看来呢 就是说 通胀并没有降下来 失业率呢 现在看来呢 也到现在还没有降下来 现在还是3.5%左右 那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就是会觉得 这个 只要这个失业 失业没有那个 没有冲上去的话 那他可能会继续加息 继续加息的话呢 那就可能会继续放缓 那个经济 所以他现在实际上是在 这个 加息和不加息 是这个失业和通 失业和经济是放缓 通胀之间呢 要做一个比较困难的选择 当然现在呢 就是说人们认为呢 就是说美国经济呢 可能很可能不能软着陆 不能不能软着陆 就是说他这个 就是物价不会 就是说慢慢的跌下来 然后呢 失业率可以控制 如果要是硬着陆的话呢 那就比较糟糕 就是说经济会大幅衰退 失业突然上升 但现在这个专业人士估计的呢 就是说 失业率会从现在的 过去未来半年一年 失业率会从现在的 大概3.5左右 上升到月年底 可能到3.7 他明年中呢 可以上升到4.3% 4.3% 4.7% 但是还是不是特别高 所以呢 他们预计呢 就是这是现在的预计的水平 但是这个 在这个与此同时的话呢 经济呢 可能会下降 GDP增长会下降 就是您刚才说的 这个通货膨胀 这个是每个人最关心的 因为影响到日常生活 那就是说是 是不是明年的情况 比今年还更加糟糕呢 就是什么时候 能有复苏的迹象 对 这个很难预测了 这个我想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要看 要看很多的因素 就是说一个是这个通胀 另外不光是美国的事情 还涉及到这个国际的吧 国际这个供应链的 供应链的那个 短缺和破裂的问题 国际这个运输价格的问题 还有能源的问题 还有跟这个俄欧战争 是那个俄欧战争有关 甚至如果这些国际上的因素 还在的话呢 就是说它这个通胀 全球性的通胀可能还会继续 全球性的通胀 美国也会继续的话呢 那这个加息可能还会进行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可能经济成长 可能就会非常非常慢 可能还甚至可能陷入继续的 继续的衰退 我是对这个经济这个衰退 这个我觉得至少到明年上半年之前 那我们可能看不到好转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经济生活啊 就是这个高通胀 让人感觉压力很大 就是说对一般人来说 你觉得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首先呢 有几点啊 就是说当然大家 大家因为这个通胀上升的话呢 很多人很多家庭可能已经开始 就是血减开支了 就是说它不是那个 它不是upgrade 是downgrade的 本来吃很高档的牛排 现在可能也是换成猪排了 或者是换成热狗 换成肌肉了 就是说它会把这个消费水平 会慢慢的降低来调整 现在呢 现金是网 现金为网 我觉得我强烈建议 所有的朋友们 就是说你如果能可能的话呢 就是说尽量储备存储一些现金 这个时候呢 不是投资股票 冒风险很大风险的那个时候 我们这样像美国股票 从这个今年年初到现在 已经下跌了百分之 应该百分之三十了 所以这个股市现在可能还会进一步动荡 除非你是特别特别有钱那种 大的投资老板有很多现金 现在你想抄底去买 但是你现在也不确定 是不是已经到了底 对吧 那对于小老百姓中产阶级来说呢 最好那个 不要留住现金 不要轻易投资那些的 那些非常 非常volatile 这个普通率非常大的东西 可能现在可能也不适于买房子了 现在这个房价就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下跌 然后呢 保住你的现有的工作 因为那个失业率很快就会上了 如果有很好的工作 你应该好好保住 然后呢 不要急于跳槽 如果工作不随心的话呢 现在可以多去找一找 对于找一找 还有呢 我想最关键是调整你的心态 你如果自己的心态调整得好一点 就是把这些身外之物看得淡一点 钱多钱少 其实很多都常是天定定定的 你能够心态调整一点的话呢 会带动你自己 带动你去家人 大家都会心态好一点 就比较容易过去这关 就是另外您刚才说到这个 就是股票市场这个动荡 那如果有些人他有一些余钱 那股票又市场又不好 是不是现在正是机会来那个房地产呢 就是投在这个房子上 因为房子你刚才说要降 可能要降价 或者是 你怎么看 我到 当然首先我第一 我不是这个 我不做财务分析 或财务那个 就是财务那个 就是说质询啊 这些建议 不做这种股票投资建议啊 不做这个事情 我们只是谈我们的一般的看法 你就当做一般的 谢田的一个看法 看下去就好 要是你真是有一些钱 可以投资的话呢 我认为现在可能是可以投资一些 比较基础性的东西 比方这个 你比方我们看到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 对吧 现在是哪些公司 它有这个 有石油储备 对吧 有天然气的储备 有那种 有贵金属 然后呢 有一些粮食企业 粮食或农土 农土 农土 农地 这些企业 你可能可以投资一些 我觉得 就是你不要再投资那种 不要再互联网企业 现在可能不是很好的东西 整个互联网的泡沫也非常大 你投资在 就是说 未来 如果这时候会发生一些动荡 很多基本的生活 水平 物质呢 都会出现紧缺的时候 但是呢 人们总是要吃饭 总是要烧 取暖 总是要烧饭 总是要取暖 就是说 这些能源 就是能源 基础的能源和粮食食品 这些是可以 可以那个投资的 这加上贵金属 贵金属 黄金白银子类的 因为你刚才没有提到 这个房子 是不是最好 是不是也是可以投资的考虑 房子的话 你 我不建议 现在 这个 可能还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 如果中国大陆的朋友的话呢 你更不要买房子了 现在你大概房子出手都来不及 中国大陆房子以后会非常非常的过剩 所以呢 你现在能够换成现金的人 能够兑现变现的人 那都是高手 另外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说到美联储加息 可以让经济放缓 那就是说 他这是 对经济也不是特别好 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加息呢 这个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因为他如果加息的话呢 他这个企业借贷成本就高嘛 对吧 他就不会用多钱发展 他会让经济放缓 那他现在就是要让经济放缓 他经济放缓 加息了以后呢 我们刚才说 他等于是把钱给吸收进来 对吧 吸收进来的话 这样才会降低通胀 他美联储的职责呢 他不是 他不管经济发展 他那个美联储成立是因为美国国会有个美联储法案 他设定的他这个机构的目的是要一个是促进就业 一个是促进控制通胀 现在这个就业的问题 现在不是大的问题 对吧 现在这个失业率不是太高 但是通胀是个大问题 你想这个川普总统 最后一年说美国失业率只有百 美国那个 美国的那个通胀率的话 是只有1.7% 低于2% 低于这个美联储的目标 那现在拜登这两年 从1.7 2 3 4 5 6 7 8 9 这么一直上来 这个是对这个通胀 是对这个百姓民众的财富最大的一个掠夺 那他要fight这个通胀 那他就必须加息 就必须那个把资金收回来 然后呢 限制那种经济活动 但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促进这个失业率上升 但现在看来还没到那一步 所以他们就肯定要加息 这一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